引婚三年,沈少恒的初恋回国了,他投资重拍野火,呈献给他唯一的女主角,他对我说,我只把你当妹妹,那时我已经怀孕,我彻底死心,将结婚戒指扔进垃圾桶。 后来,我所在的拍摄地点地震,听说沈少恒徒步爬了六个小时的山,在废墟里挖到食指流血,记者问我们什么关系,我笑答,是我哥哥,我拿着检查单,从医院出来,天气晴朗,我嘴角的笑容明媚,我迫不及待地想和沈少恒分享这个好消息。 我怀孕了,而他要当爸爸了,拿出手机的那刻,我脸上的笑容消失,头条推送,天才导演沈少恒投资重拍野火,而女主角是他,我点进去。 陆瑶的照片尤为瞩目,网友们沸腾了,有生之年系列,我圆梦了,沈少恒带着他的女主角杀回来了,他一直没走出来啊,大哭。 当年,沈少恒为陆瑶量身定做了野火,爱如野火,生生不息。 沈少恒向全世界昭告他对陆瑶的盛大爱意,可是资本操控,本该属于陆瑶的女主被夺走。 沈少恒无力抵抗。 面对记者的采访,他苦涩摇头,没办法,眼中的落寞清晰可见。 如今,再次面对记者的采访,沈少恒露出笑容,得偿所愿。 他看向陆瑶,眼神是极致的温柔,她是我这部电影唯一的女主角。 陆瑶满脸动容,眸中泪光闪闪。 这一幕被各大平台疯狂转载,所有人都在为这场重逢欢呼庆祝。 只有我,格格不入,因为我是沈少恒的隐婚妻子。 检查单不知何时落在地上,一辆车驶过,她便不见了踪影。 我抬头看了看太阳,突然觉得好刺眼。 我与沈少恒青梅竹马,很早的时候,我就偷偷喜欢上了她。 为了离她更近一点,我报考了电影学院。 然而,当我踏入校门,沈少恒带着她的女友来见我,这是我最爱的人。 她看向一旁的陆瑶,眼中是我从未见过的深情。 这是我妹妹,她这样介绍我。 从此,我只能将暗恋深埋心底。 我亲眼见证她们刻骨铭心的相爱。 看着她们相互扶持,许诺要一起实现梦想。 后来,她们分手了,因为贫穷。 可以说,野火引爆了那些年,她们因为贫穷所受的委屈。 陆瑶从此出国,不再回来。 你很难释怀吧? 我问过沈少恒。 她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 面目在烟雾中变得模糊。 她的声音变得也很轻,释怀了。 都是过去的事了,人总得向前看的。 沈少恒灭了烟,握住我的手,脚脚,你是我的现在。 我会努力做一个好丈夫。 我和沈少恒的婚姻起源于她妈的撮合。 阿姨看出我喜欢沈少恒,又担心她一直走不出那段感情。 总是有意无意地给我们制造机会。 我没想到,沈少恒竟然真的向我求婚。 或许她还没有那么喜欢我。 或许她只是向现实妥协。 但与喜欢了十年了人结为夫妻,这是太大的诱惑。 我动心了。 结婚的三年,我用心经营这段婚姻。 我们逐渐变得像一对正常夫妻。 生活中也不乏甜蜜的时刻。 我本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 直到我看见新闻,才忽然明白, 难怪沈少恒最近这么忙。 发消息总是不回,每到深夜才回家。 原来她早有预谋,要在陆瑶回国的第一天,弥补他们曾经的缺憾。 而我自始至终都不知道。 还想着将怀孕作为一个惊喜告诉她。 时间很晚了。 我给沈少恒打了几通电话,全部没接。 我只能联系她的助理。 小蒋,你知道少恒在哪吗? 小蒋在电话里支支吾吾的,只说沈少恒在酒局,还未散场。 喝得多吗? 要不我去接一下。 小蒋的声音有些紧张。 姐,你别来了,结束了我送沈哥回去。 我坐在沙发上等,门被打开的一瞬。 回,我话没说完,僵置在原地。 陆瑶扶着沈少恒的胳膊站在门口。 她看见我有些惊讶,擒脚。 你最近在少恒家住呀? 她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从前。 那时候,我是沈少恒的妹妹。 可如今,我是沈少恒的妻子。 我忽然有些痛恨隐婚。 沈少恒说不想影响我正在上升的演艺事业。 以至于除了亲近的人,没人知道这段婚姻。 远在国外的陆瑶,自然也不知道。 她不知道我不是在沈少恒家暂住, 而是和她同床共枕了整整三年。 愣着干嘛? 陆瑶熟忍地叫我,快来帮我扶一下你哥。 她拍了一下沈少恒喝得通红的脸, 嘟囔着抱怨,重死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过去的。 陆瑶还在碎碎念着沈少恒今晚喝了多少。 整个剧组的人都拦不住她。 可能是高兴吧? 她玩耳道。 失而复得太不容易。 沈少恒往我身上倾倒, 我扶住她的胳膊。 突然,她惊醒般甩开我的手, 紧紧抓着陆瑶, 神情不安, 摇摇,别走。 她像彷徨的小孩, 不断央求,别离开我。 陆瑶轻红,声音温柔, 我不走,再也不走了。 沈少恒这才安分下来。 我垂头盯着自己被甩开的手, 内心的角落加速崩塌。 我想和陆瑶说我与沈少恒是夫妻, 都一下失去了底气。 你们结婚了? 陆瑶不可置信道, 有些尖锐的声音将我从情绪中扯出。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赫然是我和沈少恒的结婚照, 高高挂在客厅里。 瑶瑶, 沈少恒像是被这句话刺激, 迷蒙的眼睛恢复清醒。 她下意识喊出陆瑶的名字, 却在撞上陆瑶饮满泪的眼时, 又陡然失声。 眸光中浮现隐痛。 我站着看着, 浑身发冷, 沈少恒。 我听见自己喊, 声音都在颤抖。 你眼中还有我吗? 沈少恒顿了片刻, 僵硬地转头。 终于将目光分给了她的妻子。 这时, 陆瑶用力地甩开沈少恒的手, 哭着跑了出去。 那停留在我身上的目光又不见了。 沈少恒抬不去追。 走出几步, 她停下。 我平住呼吸, 声腾起息迹。 脚脚, 我先去找她。 太晚了, 她一个女生不安全。 如果她回头, 就能看见失忆的我站在原地。 眼中的光一寸一寸熄灭。 等她人影不见, 我失利地跌坐在地。 眼泪顺着眼角不断滑落。 我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意识到, 在沈少恒心里, 没人能比得过陆瑶。 只要陆瑶出现, 沈少恒的目光永远追随着她。 我摸着肚子, 心头弥漫偌大的悲哀。 十年的喜欢算不得什么, 三年的婚姻算不得什么。 我的孩子又算什么呢? 在我为她的到来新生欢喜之时, 沈少恒也许早就做好了奔向另一个人的准备。 墙上的时钟滴答转动, 地板变得越来越冷, 失控的情绪稍稍发泄。 我顾及孩子, 撑着无力地身子站起, 关上所有的灯, 躺在床上。 四周的黑暗争先恐后地向我袭来, 唯有一抹月光透过窗户照在我身上。 我睁着眼睛看着, 思绪出神。 曾经沈少恒与我, 就像这抹月光。 我们是邻居, 一开始交际不多。 从小我没有妈妈, 爸爸又对我不管不顾。 我自然成了学校里人人欺负的对象, 因为没人会为我做主。 直到沈少恒偶然地发现我身上隐蔽的伤痕。 在我又一次被欺负时, 他像是天神一样, 从天而降, 就是你们总欺负他时吧。 他毫不手软地打了回去, 给他道歉。 我看着平常总是趾高气扬的人向我求饶。 而沈少恒板着脸站在一旁, 那一刻, 我觉得沈少恒在发光。 被欺负了这么久, 为什么不说? 沈少恒带着我往家走, 语气恼怒。 我生如文盈, 说了也没用。 他顿住, 许久, 手摸上我的脑袋, 说给我, 有用。 此后, 没人再敢欺负我。 因为, 我有了哥哥。 一个承诺会一直保护我的哥哥。 他还将我带进他家。 叔叔阿姨都很好, 对我很是照顾。 从沈少恒身上, 我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爱和关怀。 喜欢上沈少恒对我来说, 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的梦想就是追随沈少恒。 所以, 高中地业以后, 我选择进入他的学校, 只为离他再近一点。 一点就好。 可是, 他遇见了陆瑶。 看着他那么热烈地爱陆瑶, 我真的好羡慕。 而我们的距离只能一再被拉远。 好吧。 我失落地想, 追逐也不一定要有结果。 直到他们决然分手, 沈少恒向我求婚。 我如采云端, 云端之上, 是我一直想接近的月亮。 那时我天真的以为, 这一定是上天的指示。 我才是沈少恒的未来, 却不想那只是上天的一个玩笑。 多年的追逐, 至此终于结果。 我该死心了。 寂静的房间里, 我拉上窗帘, 隔绝了那一缕月光。 凌晨, 沈少恒回来的动静很小, 但我还是听见了。 我无声地走出去, 打开灯。 他看见我, 明显有些不自然, 还没睡呢。 沈少恒, 我打断他, 我们离婚吧。 我语气平淡, 仿佛这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情。 我甚至还勾出了一抹笑容, 陆瑶回来了, 我成全你们。 隔着一米的距离, 我看着沈少恒。 他神情错愕, 像是从来没想过我会说出这样的话。 空气冷了几秒, 我不同意。 他的声音大的出奇, 脸色也变得极其难看。 我很少见沈少恒这么可怕的模样, 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沈少恒意识到失态, 调整好表情。 他走过来, 语气放缓, 我和瑶瑶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这句话一说, 好像我只是在无理取闹。 我难免地被勾出些怒火, 不是我想的那样。 那是怎样? 我躲过他想触碰的手, 声音忍不住发抖, 是你公开表明对他难以忘怀。 是你在你老婆面前紧紧抓着他, 让他别走。 还是你只在乎他的难受, 不在乎我的难受。 说到最后, 一滴泪落在手上。 我侧头抹去夺矿而出的泪水。 原来, 有些事情只要细想, 就痛不欲生。 根本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沈少恒哑口无言。 许久, 他低声承认, 我确实对他还有情。 但我知道我结, 那就够了。 我有些疲惫地转身, 肚子隐隐传来疼痛。 我摸了上去, 轻声道歉, 对不起啊, 宝宝, 害你也没睡。 第二天, 路遥约了我见面。 咖啡厅里, 他眼角微红, 神情有些憔悴, 像是昨天狠狠哭过, 对不起啊, 昨天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 他顿了顿, 尖色地在开口, 你们结婚了。 我静静地搅动着牛奶, 没有说话, 听说因为我, 你和绍衡吵架了。 他看着我, 扯出一抹笑容, 只是多少有些勉强和伤怀, 其实你不用介意, 我和他都是过去式了。 他声音很轻, 细听还有点哽咽, 我们错过了, 所以你们一定要幸福。 画落, 一滴泪从他眼角滑落, 陆瑶连忙侧身, 偷偷地抹泪。 这画面分明我见游脸, 我见着却有些烦躁。 他一副难以忘怀的模样, 还故作大方帝祝我幸福。 我忽然想起, 昨晚沈绍衡也是这样, 一边承认对陆瑶友情, 一边又不同意离婚, 好像我才是他们爱而不得的原因。 为了我, 他们克制着对彼此的爱意, 真可笑, 我也确实笑出声。 这时, 沈绍衡找了过来, 瑶瑶, 你怎么哭了? 他慌乱地从桌上抽出纸巾, 擦着陆瑶的眼泪。 又一次, 他的眼里没有我, 我的心已经冷得麻木了。 陆瑶看了我一眼, 伸手拒绝, 你应该关心秦角, 他才是你老婆。 沈绍衡一将, 收回手, 缓慢地坐到了我身边。 许久的沉默, 佼佼, 沈绍横话还没说完, 猛地站起, 瑶瑶, 你过敏了。 陆瑶尖叫一声, 连忙捂住脸。 他反应过来, 是咖啡里有牛奶。 陆瑶尔牛奶过敏, 我是知道的。 曾经我和他逛街, 给他买了一杯奶茶。 陆瑶脸上突然开始泛起红斑, 沈绍横赶来将他抱走, 送去医院。 事后, 沈绍横对我充满责怪。 那副神情告诉我, 陆瑶是他最重要的宝贝。 现在, 场景重现。 沈绍横熟练地抱起陆瑶往外冲, 脸上是真切地着急。 我被留在原地。 看着桌上的咖啡, 我莫名感到有些诡异。 咖啡是陆瑶提前点的。 他明明知道自己牛奶过敏, 为什么咖啡还加奶呢? 我想起以前, 我递给陆瑶奶茶, 他并未拒绝。 直到看见他被送去医院, 我才知道他牛奶过敏。 那时我被巨大的愧疚和焦急淹没, 根本没有细想, 他明明知道自己牛奶过敏, 为什么还要喝那杯奶茶? 我对比着两次场景, 不变的是沈绍横的在意, 以及那个被忽视的我, 有什么东西在我脑中慢慢浮现? 我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揣测陆瑶, 也许他是故意的。 目的是让我明白他在沈绍横心中的地位, 喜欢是团太热烈的火, 藏也藏不住。 所以我对沈绍横的喜欢, 他妈妈看得出。 当年的陆瑶也看得出。 他以这样的方式, 让我知难而退。 现在, 也是这样吗? 我不愿再想。 反正我已经决定要离婚了。 我提起包离开, 去了家律所。 我的诉求是, 一份离婚协议书。 晚上, 回到家。 我打开聊天框, 想给沈绍横发条消息, 却看见几天前的聊天记录。 我, 有个惊喜要来了哦。 三小时后, 老公, 什么? 我, 先不说, 你很快就知道了, 保持神秘。 我有些失神。 那段时间, 我总是感到疲惫恶心。 我怀着期待又忐忑的心情, 买了厌运棒。 等待的时间, 都好像无限延长。 直到看见两条杠, 我差点喜极而泣。 我理想的那个温暖的家, 又离我近了一步。 我迫不及待地, 和沈绍横发了消息, 将之称为惊喜。 考虑到厌运棒有不准的可能性, 我没有将话说完, 而是想着去过医院, 等完全确定后再告诉他。 然而, 这个惊喜我没有机会说出口。 沈绍横也从未过问, 我自嘲一笑。 他将所有注意力都分给了陆瑶。 哪里在意我说了什么呢? 我在家等你。 我将消息发送。 心境已和从前大不一样。 沈绍横回来时, 我坐在沙发上看喜剧, 笑得前腐后仰。 连他回来的动静都没有听见。 沈绍横在门口咳嗽一声。 我看过去, 没有反应。 他眉头微皱。 这是第一次, 我没有像从前那样迎上去, 表示出对他的亲密。 很快, 他神情又恢复自然。 看什么呢? 这么开心。 他走过来, 手习惯性地想摸摸我的头。 流存的香水味扑面而来。 这是陆瑶最喜爱的味道。 我忽然有些恶心, 下意识地躲避。 他想粉饰太平, 而我不肯配合。 沈绍横的手落空。 他有些正愣, 随后语气沉沉, 嚼嚼。 这是他不高兴的信号。 以往我早该轻言细语地哄他。 现在, 我不愿了。 气氛僵持。 我一开视线, 将电视静音, 我找人拟了离婚协议书。 到时候, 你把字签了。 沈绍横的脸色骤然难看起来, 声音满是韵怒。 请脚, 你到底闹够了没有? 我不明白。 我已经足够识趣, 为什么他还是不满意呢? 我给陆瑶挪位置, 你不开心吗? 我歪着头疑惑问。 沈绍横冷笑道, 你倒是大度。 我垂眸, 声音很轻, 因为我有自知之明。 一个不属于我的人, 再怎么追逐也无济于事。 所以离婚吧。 我三番两次地提离婚, 沈绍横终于恼了。 他咬牙答应, 好, 你别后悔。 我静了几秒, 看见我的反应, 沈绍横神情稍松, 眉头微扬, 似乎笃定我会后悔。 可我说, 你放心, 我不会后悔的。 沈绍横突然炸了, 他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 历声说, 我也不会后悔。 你别以为我不肯离婚, 是多么喜欢你。 我喜欢的只有瑶瑶一个人, 我只把你当妹妹而已。 要不是爸妈撮合, 我才不会和你结婚。 他语速很快, 似乎急切地证明什么。 我满眼陌生地看着他, 怎么也想不到, 他会说出这种话, 沈绍横, 是你跟我求婚的。 我从来没有逼过你。 结婚三年, 你跟我说把我当妹妹。 你会跟你妹妹亲亲抱抱吗? 你会跟你妹妹有个孩子吗? 关于孩子的事, 竟是在这种场合中说出来的。 他正住了, 嘴唇涅如, 什么? 我不愿再说, 目光失望到了极点。 我忽然觉得沈绍横根本配不上我的喜欢。 我一把扯下结婚戒指, 毫不犹豫地扔进垃圾桶, 转身离开。 门被关上的一瞬, 沈绍横猛地将手机砸了出去。 哐当一声, 不知什么东西破碎了。 我回归剧组, 拍摄最后的戏份。 期间, 离婚协议书你好了。 我给沈绍横寄了过去, 但是没有得到回信。 工作太忙, 我的状态并不算太好。 所以, 我只能拍完戏再去找沈绍横离婚。 后戏时, 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 是沈绍横的妈妈。 我调整好情绪, 接通, 喂, 妈。 绍横最近天天黑着个脸, 脾气像吃了炸药。 我一问, 才知道你要和她离婚呢。 我没有说话。 那边继续说着, 我知道路遥回来, 你心里不舒服。 闹闹脾气就算了, 日子还要继续过的呀。 你们在一起也不容易。 是不容易。 我说, 我的喜欢寂静无声, 守候了十年, 才换来这段婚姻。 所以, 我用心经营着这来之不易的感情。 期待她能够开花结果。 可现在, 花不会开了。 我也不想再等了, 但我是认真的。 空气死一般的沉寂。 忽儿, 电话那边传来门被重重关上的声音。 哎, 少, 她止住话头, 叹了口气, 你这是干嘛呢? 她和路遥有过一段情,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们已经结婚了, 路遥回来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绍衡重拍电影, 也不是为了和她再续前缘。 她只是想弥补当年的遗憾, 为那段感情彻底画上句号。 你别想多了。 她在电话里叙叙叨叨的。 我反问道, 您说的这些话, 您信吗? 对面耿住。 我看见窗外助理朝我打的手势, 我还有戏要拍, 不说了。 电话被挂断。 这部戏拍完之后, 我没有给你安排工作。 经纪人陈姐拍了拍我的肩膀, 目光有些担忧, 你要保重身体。 我玩笑道, 我身体好着呢。 陈姐一脸不赞同, 可我听说, 你最近都没怎么吃饭。 她比划着我的体型, 你看, 都瘦了。 我沉默了。 沈绍衡在我的青春里, 占据着最大篇幅。 现在, 我决心将她驱逐出去。 这并不容易。 人前尚且能强撑着坚强, 人后的情绪却无比脆弱。 习惯是一件太可怕的事。 日复一日的喜欢, 早已成为我身体里的一部分。 哪怕我明白它不值得, 可还是忍不住地想起沈绍衡。 有时候, 这种煎熬的痛苦, 还会逼迫我向沈绍衡求饶。 我不肯, 于是只能死死挣扎, 忍受着戒断反应带来的震痛。 又是这种表情。 陈姐掐住我的脸, 像一具没有灵魂的形式走肉。 我努力扬起笑脸。 她不忍再看, 将我按进怀里, 声音轻柔, 擒脚, 加油啊。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眨了眨干涩的眼睛。 好, 等你孩子出生了, 我们, 她在我耳边温柔地描述未来。 我抚摸着肚子倾听, 对未来的期盼渐渐覆盖现在的阴霾。 我知道, 沈绍衡成了我身上一道流浓的伤疤, 不进行彻底清疮, 就永远无法愈合。 虽然过程有些痛苦, 但只要忍过来就好了。 生活中还会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等着我。 所以, 擒脚, 不必太难过。 往前看, 别回头。 拍戏见戏, 我在网上搜索育儿书单。 沈绍衡和陆瑶的消息再次登上热搜。 我随手点了进去。 电影开机发布会上, 记者问了个八卦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野火讲述了一段炽热的爱情故事, 而男女主人公就在我们面前。 我很好奇, 多年之后再次重逢, 二位有没有破镜重圆的可能。 陆瑶脸上泛起红韵, 似乎是有些害羞。 他看了眼沈绍衡, 目光闪烁, 逃避般回答, 随缘吧。 沈绍衡则冷静得多。 他官方地说, 希望大家多关注电影本身, 私人生活不便透露。 陆瑶眼中快速划过失落, 强撑起微笑附和。 许是有些心不在焉, 退场时陆瑶不小心被绊倒。 沈绍衡下意识地拉了他一把。 陆瑶顺势跌进沈绍衡的怀里, 微微仰头。 红唇擦过沈绍衡的脸颊, 留下一道暧昧的痕迹, 两人目光对视。 这一幕, 美好的像电影本身。 网友纷纷磕到了, 啊呀, 他没有躲开耶, 这还不在一起。 快结婚, 我把明正局搬来了。 看到这些, 我意外地平静。 我甚至还有心情想, 陆瑶果然是多年没面对镜头了, 反应太声色, 藏不住心事。 当然, 也有可能是他故意显露。 但这些, 我都不在意了。 我露出一个笑容, 看来这段时间的脱敏治疗没有白费。 我时常翻看沈绍衡和陆瑶在一起的影像, 自虐般反复品味。 现在, 在看见他们, 我已经不再有情绪了。 我翻开日历, 杀青的日子近在咫尺。 我和沈上衡离婚的日子也该提上日程了。 最后一场戏拍完, 我婉拒了剧组为我准备杀青宴的想法。 转角处,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拦住了我。 女一号, 陆霜。 她是投资商李总, 名副其实的金丝雀。 面上娇弱且温柔, 私底下却有几分泼辣和韧性。 我和她的交集基本都是对系。 所以, 我有些疑惑, 怎么了? 她带我到一个安静没人的地方。 小树林, 你知道什么是白月光吗? 她突如其来地问出一句, 什么? 我有些梦。 她自顾自地说, 只要她站在那里, 其他人都黯然失色。 陆霜看着我, 问, 你觉得呢? 她还穿着清朝妃子的戏服, 红唇微翘。 我莫名觉得诡异, 直到她的下一句话, 才让我了然, 陆瑶就是那脚白无暇的月亮。 而你只是地上暗淡的灰尘, 沈少恒对你和对她之间的差别还不够明显吗? 她一步一步朝我走来, 语气带着质问, 所以, 你为什么不签离婚协议书? 陆瑶, 陆霜, 原来他们是一家人。 说来可笑, 沈少恒与陆瑶的爱情人尽皆知, 而我的那段婚姻, 却几乎无人可知。 我恍然是陆瑶让你来的, 否则陆霜不会知道这些,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是沈少恒一直不签离婚协议书, 怎么变成我不愿签了? 陆霜脸上有些恼怒, 是我要来的。 我就看不惯你这种人, 非要插足别人的真爱。 你知道你像个第三者吗? 我简直要听笑了, 我和沈少恒是在他们分手两年后才结的婚。 我冷声反问, 他们也好意思说真爱。 陆瑶是出国了, 但不是死了。 如果他们是真爱, 为什么从来没找过对方? 为什么沈少恒还要和我结婚? 至于第三者, 我扫了眼陆霜, 你先看看自己吧。 我没了兴致, 转身就走。 陆霜竟然冲过来, 推了我一把。 你胡说八道。 我猛地被推倒。 身体翻滚一圈, 撞到树上。 陆霜看着我极度狼狈的模样, 正要嘲笑。 忽然, 他看见我身下阴开的血迹。 瞳孔聚颤, 震恶又惊恐。 我茫然地看着那滩血, 脑袋嗡的一下, 好像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摸索着去找我的手机, 颤抖着解开屏幕。 当120接通的一瞬, 我忍着哭腔, 牙齿都在打颤, 求你, 救救我, 救救我的孩子。 我陷入了昏迷。 我感觉肚子在一点一点变空变凉。 惊醒时, 我问, 孩子还在吗? 助理是个刚出社会的大学生。 他从没见过这种场面, 脸色惨白。 听见我的问话, 嘴唇涅如说不出话来。 我明白了。 我默然地望着虚空。 突然, 我开始拼命地锤打自己, 都怪我, 都怪我。 眼泪刷得流了满面。 着急赶来的陈姐连忙搂住我, 轻声安抚, 我为什么要跟她走? 我为什么要反驳她? 我明明可以更小心的。 我哭着打自己的脑袋。 陈姐用力地握住我的手, 擒脚, 不是你的错。 她嗓音也微微哽咽, 你不要怪自己。 我失礼地靠近陈姐怀里, 嚎啕大哭, 陈姐, 我孩子没了。 我想起我看过的育儿书。 我想起购物车里的婴儿用品。 我想起我曾畅想要让她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 哪怕没有爸爸。 可是, 现在一切都在我眼前破碎了。 沈少恒来了, 身边还跟着陆瑶。 一看见他们, 我眼睛就红了。 我从桌上拿起一个杯子, 狠狠砸了过去。 陶瓷杯破碎在地, 溅起的残片擦伤了陆瑶的脚踝。 陆瑶楚楚可怜地看向沈少恒, 委屈地喊了声她的名字。 这是第一次, 沈少恒忽视了她。 她看着我, 不可置信地问, 我们真的有一个孩子。 不是。 沈少恒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 网上果然都是乱说的。 我不知道, 我的消息早被班上热搜。 未婚先遇又流产的词条 将我钉在了耻辱柱上。 而那时, 沈少恒与陆瑶正在重逛校园。 那是我的孩子。 我说, 我盯着他们, 穆寒恨意, 但现在, 没了。 沈少恒猛然僵在原地。 你知道怎么没的吗? 我自问自答道, 是你的纵容, 是陆瑶的挑唆, 是陆霜的行凶。 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们。 为什么你们要伤害我? 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孩子? 我嘶哑着嫩喊, 崩溃地拿起桌上一个又一个的物件, 朝他们扔了过去。 秦角, 你疯了。 陆瑶尖叫着躲开。 沈少恒仍然愣在原地, 一动不动。 病房的动静很快吸引了护士, 病人现在情绪不稳定。 请你们离开, 不要打扰他。 门被关上了, 我默默地流泪, 在角落瑟瑟发抖的柱里, 走了过来, 手势叹地拍着我的背脊。 当得知没有办法惩罚陆霜时, 我沉默了很久。 那个地方偏僻, 没有安装摄像头, 我们没有证据。 而且陆霜背后有李总出面, 他说会赔偿你资源。 硬要追究, 我们也讨不了好。 陈姐客观地说, 我最终点头, 好。 陈姐心疼地摸了摸我的头, 我想出去一段时间。 我看向窗外, 外面天气很好, 蓝天白云, 阳光灿烂, 生机勃勃, 与我完全不一样。 陈姐答应得很痛快, 可以。 离开之前, 我和沈绍衡把婚离了。 沈绍衡跪在地上, 求我原谅, 说我们重新开始, 说我们还会再有一个孩子。 我说, 那都不是他了, 他不会再来了, 因为妈妈没有保护好他, 连报仇都无能为力, 他肯定不喜欢我了。 我一个人走过了很多地方, 每到一个地方, 我都会去当地的寺庙祈福, 保佑她来世平安顺利。 后来, 我遇到了一个陌生女性, 闲聊时, 我极其平静地说起我的从前。 我去世的母亲和默不关心的父亲, 我追求已久, 却将我辜负的丈夫。 我期盼等待却突然离开的孩子。 我说, 我好像在家庭总是不美满。 他感叹道, 生命啊, 他苦涩如歌。 每一个人身上都伤痕累累, 可我们还是要用尽全力地活着。 生活不就是受伤又治愈的过程吗? 我看着人群往来, 点头。 对于彼此的故事, 我们都没有发表太多的想法。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要走。 临别时, 他说, 我祝你勇敢, 同时运气更好一点。 我们用手中的矿泉水碰了个杯, 当作告别。 我决定重新开始生活。 面试各种角色, 回归剧组, 沉下心磨练。 连导演都夸我演技进步了很多。 我说, 可能是经历多了。 演员要有自己的生活经历, 去体会那些常人避之不及的感知。 疼痛、悲怆、绝望、无助。 当自己有过切身体会, 演戏就不会浮于表面。 只要你一直这样踏踏实实地保持下去。 我相信你以后大有可为。 导演拍了拍我的肩膀, 目光赞赏。 我垂眸浅笑, 沈上衡有时会在剧组蹲我。 听说, 他和陆瑶经常闹矛盾, 导致野火进度过慢。 我都不关心。 看见他就当没看见。 一次, 沈上衡拽着我的袖子, 祈求道, 脚脚, 你别忽略我好不好。 我毫无动容, 哪怕你打我骂我都行。 他面色憔悴, 卑微到了骨子里。 我扶开他的手, 一字一句说, 沈绍衡, 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沈绍衡目光染上痛意。 他哑声开口, 对不起, 嚼嚼。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他眼角漫出泪水, 我叹了口气, 将他抛在原地, 大步地往前走。 我接到了一个新角色, 很特殊, 是一个被拐卖到农村的聋哑人。 他被当作生育工具, 被家暴, 被虐待, 苦难无声, 却震耳欲聋。 为了这个角色, 我封闭起来学习, 又去深山里石井拍摄。 拍摄间隙, 我很少与人说话, 只有一条小土狗陪着我。 那也是角色唯一的救赎。 小土狗叫小黑, 尾巴摇摇, 很是乖巧。 突然, 他用力地咬着我的裤腿。 下一瞬, 凹凸不平的泥土地开始震动。 两边的墙面不断掉落砖灰。 是地震。 有人惊恐地喊, 快跑。 场面一度混乱。 我抱起小黑, 拼命地往外跑。 房子倾塌的巨响, 传进耳朵。 前方一根木头凉断裂, 房屋上的瓦砾齐齐倒了下来。 我的路被堵住了。 我只能抱着小黑躲在承重墙墙角。 小黑乖顺地躲在我的怀里。 地震还没有停下。 不断飞落的瓦砾滑破了我的脸和身体。 鲜血缓缓渗出。 但幸运的是, 受伤不重。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我感到有些晕厥。 你说, 我开口有些嘶哑, 我们还能活着吗? 小黑熬屋一声, 温热的身体朝我贴了贴。 我笑了想, 如果我们能活着, 我带你回家。 很久很久, 我快睡着了。 小黑汪汪直叫。 这里, 有人喊。 树根棍子插入, 撬动着上面的砖墙。 几缕光亮渗入。 我费力地睁开眼, 咬着舌尖保持理智, 先救小狗。 我将小黑脱举出去。 我走出废墟。 沈少恒站在对面。 他满脸脏污, 眼睛通红。 看见我, 他猛地冲过来, 一把将我抱住。 他身体颤抖, 嗓音哽咽, 你还活着, 你还活着, 我实在没力气推开他, 嗡了声算作回应。 医护人员为我处理伤口, 打趣道, 小姑娘, 这是你男朋友吧? 进村的路被他方堵住了。 他硬生生爬了六个小石山, 才到了这里。 你看, 他在废墟里挖的手都流血了。 我看过去, 沈少恒的十根手指头都渗着血迹。 谢谢。 我一开视线, 沈少恒咧嘴一笑。 但我们不是男女朋友。 沈少恒的神情又黯淡下去。 后来, 记者问我和沈少恒什么关系, 以至于他能不顾生命危险的上山来找我。 我笑答, 我们以前是邻居。 他算我哥哥吧。 沈少恒在一旁, 眼睛疏然就红了。 他喃喃自语, 哥哥。 语气受伤至极。 私底下, 他问我他怎么能算哥哥呢? 我们接过问。 我们睡过一张床。 我们还有过一个孩子。 哥哥。 我的笑容冷淡下来, 这都是你以前说的呀。 沈少恒一个亮腔, 眸中浮现密密麻麻的疼痛。 我只觉得他可笑。 说他爱我, 可他辜负我。 说他不爱我, 又做出深情的模样。 不过他爱不爱我, 关我什么事呢? 我又不在意了。 我上了热搜, 再一次背负骂名。 沈少恒抖着手挖废墟的视频流出。 接着, 他多次蹲在我的剧组, 也被爆料。 Voco, 沈少恒这是什么意思? 我替路遥布直, 真的。 哪来的小三? 破坏别人的感情。 搞着出, 我都不敢再看野火了。 路遥出面将这件事推向高潮。 他在微博发了个委屈哭哭的表情, 似乎坐实了这桩事。 而他是那个受害者。 许多不明真相的人 纷纷涌到我的评论区, 留下不忍直视的谩骂, 未婚先遇又流产。 大姐, 你怎么比得上白月光啊? 我不明白, 沈少恒是瞎了吗? 小三给我滚出娱乐圈。 那次, 我被黑上热搜? 被朝未婚先遇又流产。 我因丧子之痛没有理会, 团队便将热搜压了下去。 这次, 我登上微博, 发了张离婚证照片。 不久, 沈少恒也发了微博, 结婚三年, 是我对不起他。 网友扒出过网, 舆论立马倒转, 我真惊了, 我以为的美好初恋竟是三。 有老婆还和初恋暧昧, 炒作恋情, 沈少恒你良心不痛吗? 只有我发现, 琴角流产的时候, 沈少恒和陆瑶在浪漫地重温校园吗? 真的很难评, 脚脚受委屈了。 沈少恒和陆瑶的风评一落千丈, 野火宣布破产, 没有人再为这部电影买单, 陆瑶的演艺事业毁掉了, 他原本出国就放弃了演戏, 五年之后再回来, 不过是见沈少恒已经功成名就, 你猜对了? 他苦笑, 所谓白月光只存在于人的记忆里, 在沈少恒的记忆里, 陆瑶和他追随一样的梦想, 他们约定好, 一个要成为鼎鼎有名的大导演, 一个要成为闪闪发光的大明星, 所以陆瑶成了沈少恒的灵感谬思, 是他永不熄灭的爱之野火。 然而, 真实的陆瑶是这样的吗? 因为急急无名, 陆瑶早就放弃了演员梦想, 又因为沈少恒声名确起, 陆瑶回国捡起演员事业, 他自始至终都不够坚持。 你为什么不给我留一条路呢? 陆瑶质问我, 陆瑶重返娱乐圈的光环就在于白月光, 是野火将他捧起, 现在他身上有了污点, 观众不会接受一个劣迹艺人, 他的其他工作就这样被取消。 我说, 陆瑶是你自己不给自己留路, 心术不正的人是走不远的。 我戳破他各种各样的小心思, 你将全部心思放在怎么挽回沈少恒, 怎么对付我上? 殊不知, 陆只有自己走才走的踏实。 陆瑶在娱乐圈昙花一现, 又销声匿迹, 他的明星梦破碎了。 与此同时, 沈少恒的事业也在走下坡路。 他整日沉浸在他失败的感情中, 无法再创作。 昔日的天才导演已经不再有能力 创造出令人惊艳的作品。 那么, 他就将敏然中矣。 还有一个人, 陆霜, 我忘不了他。 我悄悄推波助澜, 将李总和他的事迹曝光。 李总的夫人是一位专横又有魄力的女强人。 不久, 就听说李总被净身出户的消息。 金丝雀的饲养员不在, 金丝雀也只能日益凋零。 你会后悔嫁给沈少恒吗? 情感专访的记者问我, 太多人关心我这段失败的婚姻, 将我看作一个需要保护的弱者。 所以, 我接受了这个采访。 我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把这段故事说完。 尽管这个故事 已经被人编了好几个版本。 我诚实地说原来后悔, 但现在不后悔了。 记者问, 为什么呢? 我笑了笑, 我开始明白人生走的每一步都有那一步的意义。 如果再来一次, 以我当时的想法和心智, 只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我喜欢了沈少恒十年, 十年太长了, 早已成为我心中的执念, 以至于我中途也谈了几次恋爱, 却从来没有结果。 人就是这样, 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忽然觉得这场婚姻非离不可。 不离, 陆瑶会成为沈少恒一辈子的白月光。 抬头可见, 却遥不可及。 她会放在心里一辈子。 而我当年不和她结婚, 沈少恒也会成为我一辈子的白月光。 我会对她永远附上一层假想的滤镜。 结婚之后, 我才终于看清她。 我才知道, 原来退去爱的光环, 她也不过如此。 那你会排斥一段新的感情吗? 记者又问。 我摇头, 一段感情的失败不是我的失败, 毕竟感情是双向的。 很可能是对方的问题吗? 我玩笑道, 我不会排斥接受新的人, 因为我心里也没有救人了。 至于害不害怕受伤害, 其实提前担心有些多余。 任何时候, 我觉得只要有开始的冲动和退出的勇气就可以了。 我冲着镜头微笑, 所以网友们不要担心我。 我过得真的很好。 渐渐地, 我已经和沈绍恒拉开差距。 他用野火形容爱情。 我用野火形容自己。 我要燃烧在广阔无垠的旷野。 暴雨不灭, 借风飞扬。 后来, 我抱着小黑站上了领奖台。 最佳女配奖。 我捧起属于我的奖杯。 主持人问我有什么想说的。 我眼里燃烧的是野心。 我毫不避讳地说, 希望下次还能站在这里。 希望大家弹起琴角, 会说这是一个好演员。 底下掌声雷鸣。 这是属于我的勋章。 三年后, 我捧回最佳女主的奖杯。 打开门, 小黑摇着尾巴在门口接我。 一见我, 他黏黏呼呼地往我身上扑, 发出轻易的哼唧声。 想我了是不是。 我随手将奖杯放在柜子上, 抱起小黑, 蹭着他的脑袋。 今天来晚咯, 小黑等急了。 小黑伸出舌头舔我的脸蛋。 我被逗得哈哈大笑。 谁说, 这不是家呢? 我是京圈大佬谢金北养得最久的金丝雀, 所以人都以为是我手段高明, 才留住了这难搞的祖宗。 后来他接初恋回国, 我怀着身孕远走高飞。 三年后, 我和女儿正吃着甜筒笑笑闹闹时, 谢金北忽然出现, 指着女儿问, 江出堂, 她是谁? 我, 我妹妹, 可爱吧? 我抖着手慌张狡辩, 女儿默契看我一眼, 立刻冲上前, 一把抱住了她的大腿。 叔叔, 我姐姐单身, 未婚, 可追悠。 我在参加一场无聊至极的明媛下午茶聚会, 确切地说, 是众明媛VS若丹的金丝雀, 我之所以能以上不得台面的身份, 加入这样的明媛圈, 是因为我跟的那位祖宗, 是金字塔尖上耀眼明珠一样的存在,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就是这个真理, 但我这个人是从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 最大的优点就是食食物, 拎得轻, 所以, 哪怕跟了谢金北快两年, 是他养得最久的女人, 我也从来不飘, 不得瑟, 不自以为是, 此时我就十分识趣地坐在最不起眼的角落, 津津有味地吃着盘子里的马卡龙, 可话题的中心, 不知什么时候又转移到了我身上, 堂堂, 我们都挺好奇的, 谢先生平日看起来那么禁欲高冷, 他在床上不会也这样吧, 是啊堂堂, 他看我一眼我都发抖, 你难道就不害怕他吗, 谢先生撕下胸吗, 他这么难搞, 你是怎么把他弄到手的呀, 偷偷问一句呀堂堂, 谢先生, 那方面是不是很厉害, 我手里的叉子都忍不住抖了一下, 也, 也就那样, 普普通通吧, 怎么可能, 谢先生怎么看, 也不可能是普普通通那一挂的, 谢先生平日工作很忙的, 我们也很少见面, 我只无几句, 正坐立难安, 手机忽然响了, 看到屏幕上亮起金主爸爸四个字, 我大松一口气, 赶忙起身走到一边接听, 谢金北的声音带着很淡的倦意响起, 在外面喝茶, 嗯, 还逛了一下商场, 买什么东西了, 买了包包和一条项链, 再去买条新裙子, 刚买过的, 睡裙, 谢先生, 我的脸烫红一片, 做贼一样看向四周, 赶忙关掉了免提, 一小时候我去接你, 谢金北一向少言, 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正好借机提前告辞, 又去商场买了新裙子, 睡裙, 很性感的睡裙, 黑色的, 丝绸的, 胸口很低, 两边开叉很高, 若隐若现坠着蕾丝, 谢金北最喜欢的那一种, 刚上了他的麦巴赫, 谢金北就示意我上来, 我乖乖爬到他膝上坐好, 刚坐过全身SPA的身体, 光滑雪白, 香气撩人, 柔弱无骨地描在他怀中, 谢金北显然很受用, 摘了眼镜, 随手放在储物盒里, 修长的手指就握住了我的腰, 长肉了, 他捏了捏, 口吻却好像很满意, 这几天吃得有点多, 我明天就减肥, 哪怕跟了他快两年, 但这样亲密接触, 我还是有点害羞, 耳根都红了一片, 不用减肥, 这样就很好, 谢金北握紧我的腰, 我乖乖扶在他胸前, 谢先生, 您刚出差回来, 还来接我, 很累的吧, 那你今晚是不是该好好犒劳我, 我有些羞愤地抬眸看他, 您不是该养精蓄锐才对, 谢金北轻笑一声, 手指勾住我的肩带缓缓拉下, 将出堂, 我看你真是长能耐了, 我是心疼谢先生的身体, 谢金北的眸色一寸一寸, 从我脸上往下滑, 他抬起手, 指尖拨弄了一下我衣襟上精美的刺绣, 也是, 毕竟普普通通, 满足不了我们身娇肉贵的江小姐, 我性谋莫的圆征, 搂住他近腰的指尖都凉透了, 谢金北, 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求饶了, 我绵软的指尖, 根本攀附不住他, 垂落在床侧, 谢金北低头, 再次稳住我微肿的唇, 谢先生, 我勉励睁开湿漉漉的眼, 眼底一片飞涩的水雾, 堂堂, 谢金北放开我, 却又在我耳垂轻咬了一口, 放心, 你男人就算工作在忙在累, 睡你的力气还是有的, 我心里忍不住骂了一声, 牙字必爆, 自负傲慢, 看起来高不可攀, 冷淡金贵, 可实则脱了衣服就是衣冠禽兽, 毕竟谁能想到, 人前衬衫扣子扣到顶, 不苟言笑的谢先生, 人后最喜欢的情趣, 却是让我亲手帮他解扣子, 第二天我起床时, 谢金北早就不在了, 反正作为被豢养的金丝雀, 日常就是花钱和浪费时间, 我干脆直接赖床到了中午, 无聊刷微博的时候, 却刷到了一个热点, 新近人气画家诗念即将回国, 开办巡回画展。 第一站, 北京, 不知为何, 诗念这个名字, 莫名让我觉得熟悉无比, 总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 我在搜索矿里搜了一下诗念的名字, 却怎么都没想到, 关联的第三个词条就是, 诗念, 谢金北, 我将硬地点开, 只有一条微博, 这才是我眼里的豪门大佬和他的白月光, 配图是一张模糊的合照, 却也能看得清, 男人高大英俊, 女孩娇小美丽, 她望着镜头笑得温婉, 男人却温柔地望着她, 她的肩上还披着男人的大衣, 我关掉手机, 闭目躺在床上, 脑子里涌入的信息越来越多, 直到最后, 画面定格, 我肚腹高龙, 苍白憔悴地躺在床上, 谢金北挽着诗念站在我面前, 两人的左手无名纸上都带着婚戒, 谢金北的声音冷得石骨, 江出堂, 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 我会给你一个亿, 念念伤了身子不能生育, 这个孩子以后就是他的, 拿着这些钱, 永远不要再回国, 你该清楚, 孩子拥有念念这样的母亲, 才是他的福分, 原来, 我只是梳理一个凄惨的工具人, 拿了一个亿离开的我, 后来却又不甘心, 偷偷回国, 想要抢回自己的孩子, 可我生下的孩子, 只和失念亲, 他根本不认我这个亲生母亲, 反而以我为耻, 我受不住刺激, 越来越疯癫, 到最后甚至想要顾兄杀了失念, 最终被谢金北亲手送进了精神病院, 没几年就死在了里面, 这就是我在书中的结局, 而现在, 失念即将回国,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就是昨晚那样疯狂的一夜, 我才有了孩子, 昨晚最后两次, 也是我和谢金北在一起近两年, 为二的两次, 没有用安全措施, 其实, 这一切都是谢金北的计划吧, 为了失念, 为了给他一个孩子, 往日只要再经, 谢金北再晚都会回来, 可这次不同, 已经连着两日, 我都未曾见到他人影, 我给他发的微信, 都时辰大海, 打去的电话倒是接了, 一如既往的严谨一概, 这几天公司很忙, 你在家无聊, 就出去逛街喝茶, 乖, 记住, 不许减肥,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过两天就回了, 谢金北挂了电话, 我的账户上却多了五百万, 他给我发了微信, 想买什么就去买, 其实之前谢金北给我转账, 我都会发很多轻轻的表情包, 或者是说一大堆的甜言蜜语, 尽职尽责地做好金丝雀, 哄得金主爸爸开心开心, 但这一次, 我盯着对话框, 好一会儿才发了两个字, 谢谢, 谢金北一如既往没有回复, 第三天傍晚, 我在电视上看到新闻, 京圈一向身居剪出低调神秘的大佬谢金北, 忽然高调现身机场接人, 而他接的人, 正是传说中的初恋失念, 新闻画面里, 谢金北和失念被许多保镖牢牢护在中间, 全程我几乎没有看到失念的脸, 谢金北把他保护得真好, 不像我, 京圈各种八卦小报上, 三五不时都有我的照片和偷拍的视频, 捧在手心里疼得初恋, 和玩物一样的金丝雀, 当然不可能有一样的待遇, 我关了手机下楼, 佣人早已准备好了晚餐, 不用等先生, 他今晚不回来了, 我在餐桌边坐下, 拿起筷子开始享用美食, 我吃得很认真, 毕竟,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 在谢金北的别墅里吃大餐了, 谢金北说过两天就会回来, 他从来都是说话一言九鼎的人, 所以, 我选择在失念回国那晚, 他正和心上人浓情蜜意, 根本想不起我时离开, 衣服首饰我都没有戴, 谢金北之前给我的卡也放在原处, 但我有另外一张银行卡, 在我名下, 有将近八位数存款, 是谢金北送我的第一套房子, 卖掉的钱, 我妈早就死了, 我爸十几年前就娶妻生子, 和我断了联系, 离开北京, 一时之间我还真不知道去哪, 干脆随便买了一张机票, 临上飞机前, 我的手机忽然响了, 这两年, 我从未漏接过谢金北一个电话, 可这一次, 一直到铃声结束, 我都没有接听, 他自然不会打第二个电话过来, 我直接关了机, 取了手机卡掰断, 拎着箱子登上飞机闲踢时, 我忍不住回头看去, 北京的夜连星星都没有, 雾霾好重, 其实我真的不喜欢北京, 我只是喜欢北京城里的某一个人而已, 此时, 谢金北点了支烟, 再次拨了一个烂熟于心的号码, 意外的是, 听筒里传来了冰冷的女声,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sorry, 谢金北微醋眉, 再次按了拨号键, 一如方才, 他掐了烟, 转身, 大步走回包厢, 伸手拿了外套向外走, 失念起身响蓝, 谢金北却避开他的手, 你们聚, 改天我坐东, 金北, 失念渲染玉气, 谢金北大步离开, 头都未回, 他上车, 车门还未关好, 就沉声吩咐司机, 车开快一点, 回一号院别墅, 车子急迟向前, 快到时, 急于突至, 司机从后视镜向后看了一眼, 握紧方向盘越发专注, 半点不敢减速, 好在一路有惊无险, 最后平稳驶入别墅大门, 直接停在主楼下, 庸人早已等候在外, 成了黑色大伞上前来接, 谢金北弯身下车, 第一句问的就是, 小姐呢? 小姐吃过晚饭, 就上楼休息了, 谢金北微松口气, 可步子未停, 进了主楼, 厅内没有亮灯, 楼上也是一片安密漆黑, 她心底有些微妙的异样, 这两年来, 江初堂从不曾漏接她的电话, 每次她回家, 不管多晚, 客厅的灯都会留一盏, 二楼回廊里, 也总会亮着一盏夜灯, 庸人蹲下身, 要帮她换鞋, 谢金北却抬手制止, 我上去看看她, 别墅内四季恒温, 她却连外套都没顾上脱, 镜子往楼上走去, 主卧的门虚掩着, 内里一片漆黑, 谢金北站在门外, 修长手指握住门扶手, 一时之间, 竟有些莫名抗拒推开, 与生见大, 思绪被拉扯回归, 谢金北推开门, 堂堂, 但室内无人回应, 床上的被子叠放整齐, 两个枕头一如之前那样亲密紧挨, 床榻却空无一人, 谢金北在门边站了一会儿, 方才脉步走入室内, 灯光明亮铺开一室, 眼前一切, 熟悉如旧, 甚至她的庄台上, 那些日常用的瓶瓶罐罐, 都保持着原样随意摆放, 但台面上却放着几张银行卡, 还有一张便尖纸, 她的心突兀的一尘, 拿起便尖纸打开, 上面只有很短的两行字, 谢先生, 两年来, 承蒙观照, 不胜感激, 余生愿您平安顺遂, 幸福圆满, 将出唐流, 谢金北缓缓放下那张纸, 镜子里映出她的脸, 沉塑, 舒冷, 眼底没有半点的波澜起伏, 可唯有她自己知道, 那股无名火在胸膛内来回冲撞, 几乎就要破枪, 她向来喜怒不形于色, 性子最是矜持克制, 但此刻将出唐若在她跟前, 她想她绝对会失控, 将她收拾得服服帖帖, 谢金北转身向外走, 楼下秘书助手和管家庸人 都安静候着, 她眉眼不抬, 冷声吩咐秘书, 将别墅管家庸人全部换掉, 谢先生, 一号愿不养闲人和无用的废物, 她默然开口, 撩起眼皮, 淡淡看了面前惊慌无措的众人一眼, 腹又垂眸, 慢条丝里摘了腕上钢鸟, 活动了一下腕骨, 声音却又沉冷了几分, 人若全须全宜好好地回来, 算你们走运, 她若是少跟头发, 你们知道后果, 谢金北说完就向外走, 雨声轩腾, 屋内人只隐约听的一句, 去联系航空署那边, 查清楚人现在在哪, 飞行途中, 我常常会睡得昏天暗地, 记得第一次跟谢金北出差, 我睡的人都傻了, 醒来时发现自己整个人都压在她身上, 甚至谢金北肩膀上还有一片可疑的水渍, 当时我羞愤得不行, 无措又害怕, 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 下飞机就会被这位祖宗给扔和礼位于去, 但谢金北却并未那样做, 甚至一句怪责都没有, 当时她戴着眼镜, 在飞机上仍在忙碌处理公务, 见我窘得不行, 她声音倒是比往常温柔了几分, 睡好了, 睡好了, 谢先生, 想不想吃点东西, 我点头, 忙又摇摇头, 谢金北却还是叫了餐, 又对我道, 先吃点东西, 我马上就结束, 此后我曾很多次陪她出差或者度假, 几乎每次都会在她怀中睡得香甜, 她性子十分低调, 偶尔才会动用私人飞机, 想到私人飞机, 我的耳根又开始发烫, 毕竟空间有限, 谢金北却是惯会折腾人的, 受不住时我的声音大敌也不小, 要不然那些乘务人员也不会在我下机时, 都不敢正眼看我们, 跟她在一起直到现在,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坐飞机出行, 大约是习惯了在她怀中沉睡, 所以才会这么快就惊醒, 机舱内在播报着飞行状况, 岂非没多久就下了雨, 电闪雷鸣, 雨势逐渐增大, 已经有很多航班延迟甚至返航, 当广播里说, 我乘坐的航班因为天气原因也不得不返航时, 机舱内很多乘客都不满地议论起来, 我听到有人说了一句, 这可真是稀奇, 咱们这趟航班还有因为天气原因返航的, 是啊, 人家不是常常说, 只要天上不下刀, 航班绝对不迟到嘛, 我心里不欺然涌出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念头, 谢金北那个祖宗承袭了谢臣两家的强大人脉, 背景深不可测, 我甚至连皮毛都不曾亏得一二, 但就算这一二皮毛都是我无法逾越的万丈深渊, 我也从来不敢深想, 他究竟有多么匪夷所思的背景, 所以冒出来的这个念头, 我自己都觉可笑, 谢金北那样持重内敛的人, 怎会为一个女人做出这样荒唐的行径, 每一年都有无数飞机, 因为天气或其他原因不得不返航, 从未曾听说过有一次, 是因为一个女人, 乘客被机场负责人员安置在机场附近的酒店, 我取了行李, 随同人流向外走, 到机场大厅时, 我却停了脚步, 但一直到天光大亮, 谢金北的身影都未曾出现, 我嘲笑自己的自作多情, 却又凯叹, 果然, 身为书中的人物, 就算小小的直线偏离了剧情, 但总归还是掀不起任何的风浪, 男主角永远都只会和女主角在一起, 炮灰女配永远都是女配, 我再一次拿起行李, 再一次踏上飞机, 雨后北京的清晨, 难得的空气清新, 我想, 这一生一世, 我会如书中的谢金北最初西纪的那样, 永远都不会再回来北京了, 第二年的盛夏, 我在南方小城生下了女儿团团, 并不是书中所写的那个男孩子, 也许是从我离开那一刻开始, 有些东西还是悄无声息地变了, 风起于清廷之末, 微末渺小的人, 意外搅动了全局, 但我没有半点失望, 相反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是女儿, 就算将来她知道了, 也不会跟我抢, 而我, 只想好好守着这个可爱又招人疼的小人, 把我一辈子缺失的东西, 都给她, 将小姐, 快来看, 团团笑了呢, 月嫂抱了粉色的墙宝, 过来我床边, 我抬眼看去, 团团睡得香甜, 但睡梦中却还在笑, 团团长得可真好看, 还没满月呢, 就能看出是个美人胚子, 都说女孩像爸爸, 谢金北长得那样好, 她的女儿生得漂亮, 很合理, 我轻轻握住团团的小手, 胸口里膨胀着酸涩的甜, 最终还是被这盛大的幸福取代, 团团长到半岁的时候, 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谢金北, 说来有些奇怪, 就算谢金北再怎样低调, 再怎么不喜在媒体前露面, 但跟她在一起那两年, 我也跟她出席过两三次推不掉的盛会, 曝光率就算低得离谱, 但也不会音讯全无, 全网无踪, 但从我离开北京, 一直到团团伴岁,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谢金北三个字, 好像彻底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 以至于当我隔着这么一段漫长的时光, 突然在电视上听到她的名字, 看到她的人时, 许久都没有办法回过神来, 她瘦了好多, 本就其常的身躯, 如今更显轻瘦, 肤色有些许的苍白, 仿佛带着一抹病态, 最让我意外的, 是她整个人的气质全然变了, 如果说从前只是高冷沉塑, 不苟言笑, 那现在的她, 却只余下厌世的冷漠, 有记者试图采访, 谢先生, 诗小姐的巡回画展, 刚刚圆满结束, 您二位的喜事是否已经, 抱歉, 谢先生今日不回答任何私人问题, 谢金北一言未发, 他的保镖和助手早已上前, 十分不客气地隔开了那些记者, 谢金北此时忽然站起身, 竟然直接失礼地离喜走人了, 直播画面有些慌乱地切走, 我站在电视前, 在谢金北起身离开那一瞬, 我看到他眼底空气的一片忧深暗色, 心脏仿佛被重重击中, 说不出的闷痛, 直到团团睡醒哭闹起来, 我才从那痛楚中抽离, 将哭闹的女儿抱在怀中, 她戴着泪的小脸紧贴着我, 她的眉毛又黑又浓, 很像谢金北, 她的鼻梁也是异于普通人的高挺, 很像谢金北, 可谢金北不知道她的存在, 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这世上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小人, 是她的女儿, 是江初堂为她生的女儿, 团团十个月的时候, 借了母乳, 她一岁半的时候, 我曾回过北京一次, 念大学时, 曾请了我一个学期早餐的室友要结婚, 她希望我可以参加她的婚礼, 我没有办法拒绝, 这些年我经受的恶意很多很多, 但也有人善待我, 关心我, 哪怕很少, 但我也很珍惜, 其实这一次回去, 我有私下打听谢金北的消息, 她的状态有些不对, 我很担心她的健康, 婚礼结束那晚, 朋友打来电话, 那位祖宗据说就要结婚了, 新娘就是那个很出名的新晋画家, 刚办完巡展的, 谢谢你, 对了, 你朋友打听她干什么呀, 我也不太清楚, 总之, 替她谢谢你, 挂了电话, 我好久都没能回神, 直到有道女生惊讶地在我背后响起, 姜出堂, 果然是你, 我就说背影看起来像你, 果然, 不过你比之前胖了一点点, 胸也变大了, 好气, 怎么好像更招男人喜欢了, 打扮得像柯, 漂亮圣诞树的年轻女人, 娇称跺脚, 我自然认得, 是从前一起喝过茶, 找我八卦, 谢金北厉不厉害的名媛之一, 但我不想与从前的人有交集, 礼貌点头后转身就要走, 姚珠儿却又拦住我, 好久都没见你了, 这些日子你去哪了, 抱歉我还有事, 江出堂, 我听人说, 姚珠儿根本不听我说, 拽着我胳膊不放, 整个人都凑过来, 一脸兴奋的八卦, 谢金北当年出车祸差点死掉, 你却卷了他的钱, 跑得无影无踪, 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你可真牛, 还敢回北京, 我整个人像被沁入了彻骨的冰水中, 指尖冰凉发颤, 紧紧攥着姚珠儿的胳膊, 指尖都掐进了他的肉里, 姚珠儿疼的尖叫, 推开我, 我却根本听不到, 只是睁大眼, 茫然地问, 你说谁出车祸差点死掉, 谢金北啊, 你不知道, 哎呀, 是了, 姚珠儿一把捂住了嘴, 谢家人当初可是下了风口令的, 这事捂得可严实了, 谢金北什么时候出的车祸, 他伤得重不重, 你告诉我好不好, 可姚珠儿却闭紧了嘴不肯再说, 我可什么都没说, 姜出堂, 你今晚也没见过我, 我也没见过你, 知道吗, 姚珠儿说完就匆匆离开了, 我一个人站在原地, 有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 神思都是恍惚的, 直到那一串早就鸣刻在新的号码拨出去时, 我方才骤然回神, 可是谢金北的那个电话号码, 早就成了空号, 我叫了一辆车, 去了一号院的别墅, 那一路上, 我的脑子都是混乱的, 翻来覆去, 都是姚珠儿那一句谢金北当年出车祸, 差点死掉, 差点死掉是有多严重, 怨不得他那样瘦, 脸色也这样不好, 可是团团都一岁半了, 我离开北京, 已经两年多, 两年的时光, 他都未曾调理, 恢复到健康状态, 那场车祸, 又是怎样的可怕惨烈, 我根本不敢深想, 车灯远远亮起时, 我整个人方才突兀的清醒, 我以什么身份, 用什么资格, 再次出现在谢金北的面前, 在姚珠儿这些人眼里, 我是个只贪图钱财的拜金女, 在谢金北眼里呢, 我下意识就要转身离开, 可车子却忽然在我身前不远处停了下来, 怎么停了, 车内, 谢金北不悦地抬眉, 看向司机, 他今晚喝得有点多, 头疼得厉害, 心情更是糟糕透顶, 司机看着车子外, 只无着想说什么, 思念却忽然出声打断了, 好了, 不过是不相干的人, 开车吧,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向谢金北, 太阳靠在座椅上, 眸色沉沉, 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厌世不耐, 却并没有制止思念的意思, 司机没有多嘴, 车子腹又缓慢向前, 我站在路边, 看着那辆车驶过, 车速很慢, 后排的车窗, 忽然降了三分之一, 阴晕的光线里, 我看到了思念那张精致美丽的脸, 还有他身旁, 一闪而过的谢金北的侧脸, 思念的目光轻语一般, 从我脸上划过, 是那样的漫不经心, 和清高孤傲的不屑, 他甚至连一句话, 一个字, 一个表情都不需要, 就将我彻底打败, 这就是女主角的光环, 在谢金北受伤的时候, 一定是思念陪在他身边的吧, 所以本就喜欢思念的他, 自然会在恢复健康后娶他, 麦巴赫使入门禁, 尾灯的光芒也逐渐地消失, 我颓然地转过身, 一步一步走入夜色深处, 一号院别墅, 思念上前想要搀扶喝醉的谢金北, 却被他扶开了手, 历书, 你安排司机送师小姐回去, 他没看思念一眼, 步伐有些不稳地向主楼走, 助力忙上前搀扶, 谢金北没有推开, 思念站在他身后, 心底不由一片酸楚, 他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明明在他回国后, 谢金北会顺利成章地 重新追求他, 娶他为妻, 甚至连他无法生育都不在乎, 可如今, 已经两年了, 谢金北对他, 仍是没有丝毫超脱于友谊的情愫, 更甚至, 如果不是在他车祸后复健那些日子里, 他不管不顾, 执意陪在他身边, 兴许他对他的态度会更加冷淡, 十年难掩失望递上了车, 谢金北却直接去了二楼, 主楼在去年他车祸入院那段时间, 重新装潢布置过, 主卧的摆设和格局也全都变了, 谢金北挥手让助理回去, 他在沙发上坐了片刻, 又起身走到套房内的储物间, 里面放了很多女人的用品和衣物, 是失念的, 车祸前他们就已经同居, 他是他的女友, 初恋, 这些都是他清醒后身边人告诉他的, 失念也这样说, 他们是天作之和的一对, 他早晚都会嫁给他, 成为他的太太, 但不知为何, 失念很优秀, 很漂亮, 他并不讨厌他, 但却也并不喜欢他, 酒意上涌让他有些燥热, 他扯开领带, 随手搁在庄台上, 却无意打翻了一个盒子, 盒子里装着两个拇指大的木雕人偶, 一个小男孩拉着一个小女孩的手, 谢金北随手拿起来看了一眼, 正要割下时, 他忽然又停了动作, 小人翻转过来, 底座上刻着很小很小的几个字, 他拿着这对人偶, 站了有快十分钟, 忽然转身出了卧室, 又快步下楼, 历叔准备车子, 不知为什么, 他眼前莫名又闪现一道身影, 站在门禁外路灯下, 孤孤伶伶的那道身影, 车子急迟向外, 一直驶出私家公路, 停在于主路的交汇处, 夜色卷浓, 鸟雀归巢, 除却偶尔车辆经过有喧嚣声, 空气的路上, 再无任何人, 谢金北攥着人偶, 看向那位在他年少时, 就在谢家工作的老司机, 历叔, 你知道堂堂是谁吗? 历叔明显地颤了一下, 但却又笑着将话题岔开, 少爷, 我没听过这个名字呢, 当年的事闹那样大, 谢金北抢救了三天三夜, 差点丢了性命, 先生太太动了大怒, 将出堂这个名字, 成了谢家最大的忌讳, 谁敢提呢? 谢金北却忽然笑了一声, 我知道, 你们所有人都有事瞒着我, 少爷, 但是没关系, 我会自己弄清楚, 历叔大惊, 少爷, 您知道的, 先生太太为了您之前出车祸的事, 流了多少泪, 费了多少心, 谢金北抬起一双冷漠的眼, 自从车祸痊愈后, 他整个人的气质好似都冷了数倍, 历叔看得心惊胆战, 少爷, 所以, 这一切, 与这个堂堂, 有什么关系? 没有, 没有的, 根本就没有那样, 一个姑娘的, 谢金北垂下眼眸, 盯着手中的人偶, 他唇角的笑意很淡很淡, 你怎么知道, 他是个姑娘的? 江小姐的名字, 一听就是姑娘的名字, 历叔墨地正住了, 谢金北缓缓抬眼看向他, 哦, 江小姐, 历叔傻眼了, 少爷, 他全名叫什么? 江出堂, 从前跟我在一号院同居的女人, 是他, 不是失念, 对不对? 是, 我出车祸, 是因为他, 当初江小姐深夜离开, 您查了他的航班, 去找他的路上, 因为风雨太大, 才出了严重车祸, 他为什么离开? 历叔全身都是冷汗, 整个人都在抖, 少爷, 你只管说, 放心, 先生太太要追究的话, 我替你担着, 应该是因为失念小姐, 他做了什么? 失念小姐刚回国那几天, 您和他走得很近, 历叔小心翼翼看了谢金北一眼, 江小姐可能是误会了, 吃醋了, 谢金北想不太起来当初的事, 但他可以确定, 他对失念没有男女之情, 至于走得很近, 谢金北微醋眉, 他不太相信自己会做出这样的事, 历叔接着却又扎了一刀, 您给他接封, 又帮他筹办画展, 好几天没着家, 让江小姐独守空房了, 谢金北平生第一次失态, 我又不喜欢他, 我疯了为他做这些, 历叔慈眉善目地笑, 少爷, 您小时候和失念小姐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您还说长大了要娶她, 可后来您长大了, 却不知为何不喜欢失念小姐了, 失念小姐伤心过度, 还自杀过一次, 您心里有愧, 在两家长辈面前保证过, 以后会帮失家和失念小姐一次, 当作补偿, 所以, 您帮她筹办画展, 大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谢金北盯着历叔, 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所以, 我和失念之间, 什么都没发生过, 是不是? 历叔想了想, 据我所知, 是这样的, 少爷, 谢金北忽然松了一口气, 我带着团团去游乐场玩, 两岁多的小小人, 却是个鬼灵精, 走路比别的小朋友早, 说话也早, 如今的团团, 已经可以说出很清晰的长句子了, 团团在球池里玩, 我坐在外面等着她, 商场的电视里忽然插播了新闻, 谢金北穿黑色高定商务西装, 戴金丝边框眼镜, 整个人好看得让人晕眩, 却也冷得让人结冰, 没有女朋友, 单身, 未婚, 她冷冷闭了一眼面前的记者, 也没有婚约, 未婚妻, 那诗小姐, 小时候的朋友而已, 记者面面相去, 这也太划清界限了, 什么是小时候的朋友, 难不成现在连朋友也不算了, 我只觉得心脏都紧缩成了一团, 努力想要保持清醒理智, 努力想要转移开注意力, 但却还是忍不住 盯着电视屏幕上的谢金北看, 而此时, 她的视线也好似穿过屏幕, 落在了我脸上, 我没听记者问了什么, 谢金北微勾了唇, 眼底也染了很淡的一点笑意, 有个前女友, 但她把我甩了, 我手里的包差点掉在地上, 请, 请问谢先生, 能问一下那位小姐甩掉您的原因吗? 谢金北抬手推了一下近况, 声音寡淡, 也没什么原因, 大抵是既不如人, 普普通通的缘故吧, 记者一头雾水, 我却疼得一下, 整张脸都涨红了, 旁边的人都不认识我, 也没人看我, 关注我, 但我却还是像做贼一样, 用包挡着脸去球池里把团团挖了出来, 抱走, 小姑娘不乐意, 撇着嘴要哭, 给你买甜筒吃, 我只好哄她, 团团立刻就开心了, 排队买完甜筒, 我尽力忽略掉刚才的新闻, 给我带来的强大无比的震撼, 和团团笑笑闹闹地岔开注意力, 我一定是出现了幻觉, 或者是这两天六娃太累做梦了, 可当一辆劳斯莱斯库里男忽然停在路边, 几乎所有人的视线都被吸引时, 我心底忽然警报骤响, 却也不受控地僵硬转身, 团团一边舔着甜筒, 一边也好奇地看过去, 当谢金北从车上下来时, 我清晰听到了身侧传来的抽气声, 而我眼前, 一片一片光斑在闪, 让我晕眩得几乎无法站立, 好似回到了我出狱谢金北那一刻, 他静止走到了我和团团面前, 将出堂, 他是谁,他指着团团, 视线却定格在我的脸上, 我,我妹妹,可爱吧, 我抖着手,慌张狡辩, 团团默契地看我一眼, 立刻冲上前, 一把抱住了谢金北的大腿, 他手上的冰淇淋, 粘在了谢金北的西裤上, 年年腻腻一大片, 我闭上眼,一阵绝望, 叔叔,我姐姐是不是很漂亮, 单身,未婚,可追哦, 女儿扬着软团团的小脸, 声音稚气呆萌又可爱, 足可以融化这世上所有钢铁硬汉的心, 但我不确定, 谢金北会不会被触动, 你姐姐, 对啊, 她是我姐姐, 谢金北好似倾笑了一声, 她弯腰, 将团团抱起, 我紧张地抠手, 谢, 谢先生, 谢金北不看我, 只是自顾自逗着团团, 你叫什么名字, 姜团团, 谢金北醋眉, 这才看了我一眼, 仿佛在说, 你给我女儿起的什么鬼名字, 几岁了, 两岁多一点, 具体多了多少, 团团立刻求助地看向我, 妈妈, 我是两岁多多少呀, 我一把举起包, 死死挡住了脸, 女儿就算在机灵可爱, 却也根本不是谢金北这个老狐狸的对手好不好, 谢金北抱着团团转身往车边走, 姜出堂, 你也过来, 我任命地跟上去, 上了车, 谢金北拿了湿巾, 垂眸认真地给团团擦手, 团团整个人已然完全被他吸引, 叔叔, 你结婚了吗? 没有, 有女朋友吗? 也没有, 团团的小胖手立刻紧紧抱住了他的胳膊, 看看我妈妈吧, 叔叔, 谢金北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嗯, 看了, 是不是很漂亮? 还行, 我忍不住瞄了他一眼, 心里付菲了一句, 口是心非, 面上却老老实实的, 团团的小嘴却扁住了, 我都不知道他这么细精, 那叔叔肯定也觉得团团不漂亮, 谢金北捏了捏他的小胖脸, 怎么会, 你很漂亮, 我和妈妈很像的, 是有点, 团团生下来就没有爸爸, 呜呜呜呜, 团团一边哭, 一边偷偷看谢金北, 叔叔你刚才帮我擦手好温柔, 你可以当我爸爸吗? 谢金北拿了纸巾给他擦眼泪, 轻叹, 不是我不想, 是你妈, 不要我, 团团惊呆了, 我也呆住了, 谢金北, 谢金北看向我, 毕竟, 我普普通通, 这个坎, 算是死也过不去了, 把团团哄睡后, 我决定和谢金北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让我放弃女儿抚养权, 是不可能的, 让我把女儿给失念抚养, 更是万万不可能的, 如果非要把我们母女拆散的话, 我宁愿抱着团团跳门口那条河, 我怀抱着一腔孤勇, 一副英勇就义的模样, 气势汹汹地走到客厅, 谢金北, 我们谈谈, 谢金北大马金刀地坐在我小客厅的小沙发上, 长腿有些憋屈地伸不开, 正好, 我也想和你谈谈, 她摘了眼镜, 搁在茶几上, 看向我, 将出堂, 要谈什么, 你先说, 我故作镇定, 很有气势地在她对面, 团团的小路椅子上坐下来, 谈谈你当初甩了我这件事, 我, 我一时噎住, 半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可让我怎么和她说, 说我们都在一本书里, 说出来, 我自己都不信, 如果你拿不出一个合理的理解, 说服我, 将出堂, 谢金北居高临下地望着我, 你知道后果, 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左思又想了好一会儿, 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只是, 这个秘密讲出来, 怎么这么可怜又卑微, 说到最后, 我忍不住都哭了, 谢金北, 都说一日敷七百日恩, 我都和你睡了那么久, 还给你生孩子, 你却把我送到精神病院, 让我死在了里面, 谢金北捏了捏眉心, 所以, 你就因为这样一个梦, 不是梦, 是现实, 是书中的情节, 真真实实发生的, 那我取诗念了, 你生的儿子呢, 我给你的一个亿在哪, 那是因为我提前知道了剧情, 跑了, 所以后面这些才发生了变化, 我揉了揉通红的眼, 总之, 我不管这些乱七八糟的, 如果你要抢走团团, 你就先把我杀了吧,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谢金北站起身, 直接走到我面前, 把我拎了起来, 将出堂, 可是剧情就是这样发展的, 可能中间会有些偏离, 但结局总不会变的吧, 我越想越委屈, 男主角不和女主角在一起, 还算男主角嘛, 谢金北捧住我的脸, 将我眼尾的泪痕轻轻抹去, 那为什么不是, 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整本书的剧情从那一刻起, 就全然变了呢, 男主角是要和女主角在一起, 但是, 言情故事里, 被男主角喜欢的那个女人, 才应该是真正的女主角, 江出堂, 我喜欢的人是谁, 在一起两年, 你感觉不到, 我无法说服自己相信, 谢金北喜欢的人, 竟然会是我, 我们之间身份的差别, 简直是云泥一般, 谢金北好似也知道我的顾虑, 但他只说了一句话, 江出堂, 既然我们都活在书里, 那书里的我们在一起, 有什么不合理, 可我还是想不通, 谢金北, 你说, 作者是疯了吗? 想多了, 他们这样写, 只是因为读者爱看, 可是读者怎么会喜欢看炮灰女配逆袭白月光初恋, 谢金北仿佛会读心术, 思念不是我初恋, 在你之前, 我没谈过, 我刚要说什么, 谢金北忽然又开口, 江小姐应该感情经历很丰富吧, 我忍不住瞪她, 你早就调查清楚了好不好, 装什么装, 那江小姐怎么会认为我在床上普普通通, 谢金北, 我忍不住跺脚, 抬手去捂她的嘴, 能不能不要再说普普通通了, 我都要得普普通通PTSD了救命, 送谢金北去酒店那晚, 要上车时, 她却直接把我压在了车身上, 明明还有一间空房间, 但是没有床, 也没有新的床上用品, 谢金北低了头, 想要吻我, 这里好多人的, 会被看到, 说你想我, 堂堂, 说你每天都在想我, 谢金北才不管, 吻得越来越深, 我摇头, 不肯说, 不肯承认, 何止是每天, 愤愤渺渺, 日思夜想, 可我不想让她知道, 她说思念不是她初恋, 可她还没有给我解释, 他们之间的婚约是怎么回事, 还有那天晚上, 为什么思念会和她同车回一号院, 可我想你, 堂堂, 每天每夜都在想, 谢金北深深看我一眼, 再一次报警我身闻, 我听到了夜风送来的说笑声, 孩童的嬉闹声, 可我的手睁不开, 只能抬起脚轻踢谢金北的小腿, 提醒她, 有人来了, 浓深的夜色中, 她眼眸中浅瘴着情欲和温柔, 我只觉得心窝滚烫, 四肢都变得绵软, 喘息的间隙, 我喃喃唤了一声她的名字, 谢金北, 其实, 我回过北京, 我知道, 你知道, 谢金北抬起手, 扶去我唇角水字, 只是当时, 我还不知道是你, 我越发讶异, 车祸后遗症吧, 我忘记了一些事, 她说得轻描淡写, 但我却忍不住哭了, 白日里, 我就看到她眉骨上的伤痕了, 过去那么久, 还有着浅浅的印记, 我不敢想当时的画面有多惨烈, 你回来那天, 我才慢慢开始恢复记忆, 其实该早一点来找你和团团, 只是北京那边很多事要处理妥当, 才能让你们母女安心回来, 谢金北低了头亲吻我的泪, 跟我回北京吧, 我们结婚, 堂堂, 回北京之前的琐碎事还是挺多的, 又耽搁了两三天, 可就这两三天功夫, 谢金北也没忍住, 他直接买了床和需要的物品, 然后从酒店搬到了我和团团的小房子, 可谁知, 又出了意外, 家里来了客人还是自己的爸爸, 团团太兴奋, 晚上十一点还不肯睡, 谢金北和他大眼瞪小眼, 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我看得心软, 就上前抱了团团, 回房间睡觉了, 我要和爸爸睡, 我捏了捏女儿小脸, 在他耳边轻红, 你不是想要一个小弟弟小妹妹吗? 爸爸妈妈要睡在一起, 才会有小宝宝的, 团团立刻搂住了我的脖子, 妈妈我去睡觉, 走到门口的时候, 团团却又回头看向谢金北, 我心道不妙, 正要捂他的嘴, 团团已经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爸爸加油, 团团明天就要小弟弟, 我看着床边地毯上那条被撕开的睡裙, 忍不住瞪他, 什么毛病, 又撕人家裙子, 堂堂, 你胖了, 谢金北一句话成功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其实生完团团我是有一点身材焦虑的, 接了奶之后就开始运动健身, 现在的体重已经和运前差不多了, 可是谢金北说我胖, 我下意识开口, 那我明天开始减肥, 不许减肥, 谢金北将我捞到怀中, 目光落在我胸口, 现在这样, 特别好, 可你说我胖, 那是你之前太瘦了, 不瘦很多衣服都塞不进去的, 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我总要有, 谢金北忽然轻轻亲了亲我的额头, 以后不会让你这样了, 谢金北, 我跟你在一起那两年不委屈的, 真的, 你对我很好很好, 好到我都忍不住动心了, 其实一开始, 我真的是穷怕了, 只想着拿了钱以后让自己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但最后, 我轻轻微入他怀中, 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 堂堂, 我会给你很多很多钱, 谢金北再次低头吻我, 但我更会给你很多很多的爱, 还有团团, 当然有他, 谢金北说完, 忽然又道, 团团是母乳吗? 嗯, 怪不得, 什么怪不得, 谢金北将我抱得更紧, 那天白天看到你, 你穿的白色连衣裙, 有点紧, 我在车上就看到, 很多男人都在回头看你, 你吃醋了吗? 我忍不住问, 谢先生从来都是那脸持重的人, 跟他在一起那两年, 我从未看到他有任何失态, 或者是情绪外泄, 嗯, 我很吃醋, 谢金北低头稳住我, 堂堂, 只许给我一个人看, 本来就只有你, 团团想要小弟弟了, 他一直都想要, 那你想不想, 我有点怕, 怕什么, 怕剧情再回到那一辙, 怕你被剧情控制, 再度爱上别人, 不会的, 我看得出他眼底的认真, 谢金北, 我愿意相信你, 但你要答应我,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 不要让孩子和他的母亲分开, 我真的, 会死的, 堂堂, 信我, 婚后第十年, 某一天深夜, 谢金北忽然把我从睡梦, 梦中叫醒, 谢金北你干嘛呀, 大半夜的, 不是堂堂, 你当初为什么会和别人说, 我普普通通, 我困得要死, 气得垂床, 难不成要我和人家说, 谢先生, 在床上微风凛凛, 十分强悍吗, 做人要诚实, 谢金北揉揉我的脸, 翻身将我压在了床上, 团团和弟弟都不在家, 堂堂, 今晚你可以大点声, 我不要, 我要睡觉谢金北, 那你闭着眼睛睡, 他温热地大掌握住我的腰, 将我和他贴紧, 我忍不住轻哼, 你这样让我怎么睡吗, 堂堂乖, 就一次, 哈, 果然不比当年了, 说完其实我就后悔了, 但后悔好似也没用了, 那天晚上, 我声音应该真的挺大, 因为第二天, 庸人都不敢正眼看我, 而且我发现自己嗓子哑了, 气得当天晚上, 就把谢金北赶到了书房去, 但后来不知怎么的, 又迷迷糊糊和谢金北玩了一把书房推, 这日子真是没办法过了, 每天都在保暖司淫浴, 很多年后, 我见过失念一次, 那时候, 我们头发都白了, 他提起从前, 却还是有些怨念, 将出堂, 当年金北出车祸后, 明明一切可以回到正轨的, 明明我才是他的女主角, 可是为什么, 他忘了你, 却还是不爱我, 我不知如何回答, 回头去看不远处的谢金北, 他依然高大英俊, 哪怕到了这样的年纪, 却还是会让我心动, 你不是找到自己的男主角了吗? 十念轻叹了一声, 也看着不远处的谢金北, 总还是有些一难平, 我没有再理他一把年纪了还矫情, 向谢金北走去, 他迎上我, 握住了我的手, 我们的孙子孙女, 在玩一对精致的小人偶, 他们忽然发现, 人偶的底座上有刻上去的字, 稚气地大声念了出来, 堂堂好喜欢谢金北, 谢金北爱将出堂, 哇, 是爷爷奶奶的名字, 我和谢金北相识一笑, 这辈子最庆幸的是, 故事的结局如我和谢金北所愿, 我们最终还是得到了圆满, 阿伯, 你会来找到圆满, 我和谢金北想出品, 你会找到圆满, 你会找到圆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